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字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想愿我们继续学习《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讲了 今天就讲了一百堂课 以后还要讲多少堂课 我也决定不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多数的佛友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发愿那样 现在继续听着 继续修行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当然在这个里面有个别的道友 也可能以自己的业力 各种因缘所控制 也有可能退失的现象 我想 我个人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离开人间 那无论如何 这部法就给大家传圆满 有这么样的想法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 也是应该发大愿 现在已经听了一百堂课 后面也恐怕不会特别多的 所以最多是一百左右 那么大家也应该发心 就是发心 连一部论典都我们听不全 或者学不全的话 那真正的学习大乘佛法 恐怕是也没有可说的 其实这个《入行论》 我们不仅仅是听一遍 应该说是按照一些传承上师 高僧大德们的做法 一定要再次的听受 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听受 经常带着这个法本 经常带着身上 比如说 华智仁波切的传记当中 他众生当中 随身带着的有两个法本 一个是《真实明经》 第二个就是《入菩萨行论》的颂词 所以我想是 我们希望大家 如果把这个法本随身带着 那么一方面 遣除我们修行当中的各种 邪魔外道 一些障碍等等 这些违缘 然后另一方面 自相续当中生起无畏的菩提心 有非常大的助益 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这部法真的是 从历史上看的话 大家也应该清楚 华智仁波切经常给别人宣讲的时候 就是全部用悲哲颂词讲 悲哲颂词讲 他的一生当中 不下一百遍 讲了那么多 以前我们看过的《丹真诺书》 给孟文波《丹真诺书》 他的传记当中 他一辈子当中 讲了《入戏论》 《入戏论》两百多遍 给别人传讲的那么多遍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 也应该发愿了以后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给别人传讲 不管你是在家人 出家人 我觉得传《入戏论》 只要是你有一颗比较好的菩提心 不是为自己弘扬自己的名声 利益 不是这样的 而是真的从内心当中 觉得这部法里面所讲的法太殊胜了 因此想尽一切办法 别人对我诽谤也好 别人对我说什么也好 凡是我只要有能力 一个人以上 我就给别人宣讲 如果有这样的发愿 我觉得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实在找不到人 到山洞里面去讲给一些饿鬼 或者一些旁生等等 这样也可以 以前华智仁波切在密雅笼 在那里给别人传讲《入行论》的时候 在当地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堡垒 它那个堡垒当中 一般来讲 白天都是有鬼的叫声 人们经常听到 而且在这里进入的这些人 逐渐都全部死亡 非常可怕的 一个很厉害的堡垒 后来华智仁波切刚好 有一次传讲《入行论》 刚好讲完了以后 他当时告诉弟兄说 谁到这个堡垒里面去 读读一百遍《入菩萨行论》 那么这个弟子是非常了不起的 后来有一位叫做 丛牛希腊的一个徒弟 那么他当时发愿 他去读一百遍 很多人比较担心 觉得可能再也讲得到了 或者肯定会出现违缘 但后来他在上师面前发愿之后 立即前往这个堡垒当中 然后自己在俗世的坐垫上面 观空心 观悲心 继续念《入菩萨行论》 当时很多人相当的害怕 但过了几天之后 旁边的一些村里面的人 看见堡垒当中还在冒烟 说明修行人没有死 后来他们都觉得是非常稀有 其中有一个担子 比较大的一位村民去看 看的时候他一边在 空空的堡垒当中 他面着应该是一些 饿鬼 非人这些 一边念诵 一边传讲 然后逐渐逐渐 村里面的人 也越来越多的人听说 后来他的一百遍圆满完成之后 大家所有的众人也在他面前 听说《入菩萨行论》 而之后再也听不到一些鬼声 从此以后 他们的恶缘而断绝的 所以我想通过很多的历史 教言 说明 我想我们的道友们 平时把这个法本带在身上 无论是你到哪里 有些现在在家人 恐怕特别多的 一些法本带着不一定方便 我们现在《入行论》讲解的 也五六本了 然后全部带着 恐怕是背得太重了 这个力气都没有 但是我想 我们给大家发的 那个小的《入菩萨行论法本》 应该这个可以带着 那这样的话 一方面真的自己的修行 正当菩提心方面 都是有非常大的力量 当然华智仁波切都是 大家都公认的 寂典菩萨的画像 而且也的的确确 在他的一生当中的弘扬 《入菩萨行论》的范围 是非常非常广的 在藏地的各个教派当中 在各个地方弘扬的非常广 所以他老人家都是 经常要呆在身上的话 我想是我们相续当中的 菩提心如是妙小 而不带着这样的法本 非常的可惜 今天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入菩萨行论》的加持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证文 进入证文 也就是说今天讲第二个歌盘 以修行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断除自己缺络的这种难度 要断除这样的难度 昨天主要是从我们心的一些心态上面 就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这种勇气 学大乘佛法就非常害怕 这方面的难度 已经加以对治 那么今天以身体理性 在实际行为当中 也断除自我缺络的难度 那么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佛陀先离心 素财等布施 习自为施以 见能施即如 那么他这里就是佛陀 大慈大悲的佛陀 就是令我们众生行持 首先让我们众生行持 像素财等做布施 然后逐渐逐渐习惯了以后 那么再把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布施 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都这样认为 认为你们说大乘佛陀很温和的一种措施 对自己一点损害都是没有的 但这种说法恐怕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学习大乘佛法之后 要布施自己的身体 儿女 以及家产等等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一般的人都是 想都不敢想 那这样一来 怎么会说它是一个温和的态度呢 就绝对不是 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不敢进入大乘佛法 有些人是有这样的疑惑 那么我们为了对他进行回答 就可以这样来说明 实际上你们这样的想法 也情有可原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 也这样认为 啊 学佛多可怕 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当中 很多人都要布施自己的身体 哪里能布施自己的身体啊 怎样自己的身上切一块肉 也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 这是没有详细观察而言的 佛多并没有要求 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 刚刚皈依完了以后 马上要让你所有的财产 全部都布施 或者是身体布施 这些都没有要求 那么佛多是在有关大乘经典当中 怎么讲的呢 佛多首先要求让这些众生 非常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素材 或者破烂的一些衣服 对自己无关紧要的 凡是自己的一些东西 属于自己的这些东西 逐渐逐渐给别人布施 就是这样 还有些高等派的教园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如果吝啬心特别强大的话 那么比如说有些物品 从左手传到右手 然后从右手又传到左手 凡是不离开身体 把观想别人 然后互相这样布施 这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 让他布施钱财 不要说自己的身体 连自己最好的衣服 布施给别人的话 心里面特别疼的 但逐渐逐渐 这个心的力量是可以扩大的 其实这个心应该说 它的范围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 把心执著为很微小的东西 这样之后的的确确做布施 相当困难的 因此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有些比较简单的 这些东西可以布施 然后这样的布施心 逐渐逐渐渐进 越来越上去 越来越上去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过可能一分钱 两分 或者再过一段时间 几毛钱 几元钱 然后经营财宝 然后自己的家产 最后将自己的房屋 逐渐逐渐将自己的眷属 或者子女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 也可以逐渐给布施的众生 所以这是有一定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没有学佛的时候 有些人要给别人 稍微供养或者布施的话 心里面好像割自己的肉一样 特别疼 根本不愿意上供下施 但这种心 逐渐逐渐扩大之后 让这个范围可以做到无限的 这样之后布施的力量 应该是越强大 以前萨迦凡之大 也是这样讲过的 我们世间上的任何一个法 任何一个东西 都可以通过串习 通过串习的话 没有任何困难的事情 就像是学供侨明一样 我们供侨明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学电脑 学一些做衣服 刚开始没有熟练的时候 就非常困难的 然后你逐渐逐渐 很显熟 很容易的 同样的道理 学习佛法也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大乘的布施 一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可怕 一说是土木老鼠全部要供养 肢体 手足全部要供养 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逐渐的我们心的力量 要是扩大的话 那么最后可以变成无穷的了 这个时候不会有痛苦 不会有这种感受 这是大家应该清楚的 那么下面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通过这样的方式 逐渐地修行 逐渐的修行 到了一定的时候 因为你的修行 当然是越来越有进步的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 已经证悟到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那么我和我所知 逐渐逐渐消失 到那个时候 正等现前了我的智慧 当我的智慧已经现前的时候 我们平时以前说的那样 将分辨和黄金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手掌和虚空也没有差别 而且旁边有些人 用碳香供养 有些人用佛陀看自己的身体 这两者完全没有任何差别 也不会对他们生起 这种贪心或者禅心 那么到了这样的境界 一旦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就是将自己的身体 也是非常的没有什么耽著 就是评为就像素材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素材 就是供养给别人 或者布施给别人 自己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你到了第一地菩萨以上 或者说没有到第一地菩萨 但是你的无恶的心相当切的话 那么极个别的 有些像阿底下尊者的上师那样 在凡夫地位的时候 也有布施自己身体的勇气 那个时候虽然有一些痛苦 但是也不会有非常强烈的痛苦那样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那个时候 布施自己身体的时候 有没有修向我们 现在那样去执著呢 没有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布施呢 因为我们被我和我所知 一直控制的 然后有些人割身体 或者打我们身体的时候 相当的痛苦 到那个时候 知道自己的无恶结合 完全是一种假合 完全是假合 然后自己在这个上面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执著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舍弃自己的身体 舍弃自己的身体 怎么会是有困难呢 一点困难都是没有的 那么《学集论》当中 引用《华严经》 引用《华严经》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菩萨见到一些乞丐的时候 在那种心里的欢喜心 数数产生 那么这种欢喜心 金居天的禅定的快乐 也无法比例的 我们大家也学过《入中论》 《入中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有些佛子 听到一些求饰的声音的时候 那么圣者禅定的快乐 也绝对没办法相比的 在他的诸书当中 也引用了《虚空藏经》 《虚空藏经》里面 也用大菩萨树的比喻来说明 比如说有些人到树林当中 去看这些 那么看这些木材的时候 菩萨树和树 有没有这样的诚心和谈心呢 绝对不会有的 同样的道理 到了第一地菩萨以上的 菩萨的这种感觉上 虽然他知道是自己的身体 那么自己的身体 知道的时候 我们布施给别人的话 那么有没有痛苦 有没有不能的呢 绝对是没有的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觉得 一听起来的时候 大乘布施身体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很多人是胆战心机 毛骨悚人啊 我才不敢学呢 这个是特别可怕啊 其实你真正是 到了那种境界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的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也是 利他心比较强一点的人 就在社会当中 虽然是凡夫人 但是他们也卷什么器官啊 然后给别人鲜血啊 很多的痛苦 对他来讲是比较轻微的事情 这也是 即使他是凡夫人 但是有了利他心的这种状况下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何况说 我们真正是获得了一地菩萨 真正是得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怎么会没有呢 应该是有的 到那个时候 所有的这些 不管是布施身体也好 布施财物也好 那么这些境界 对他来讲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绝对不会有任何痛苦 所以《经转远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诸法如以思维 如幻化一样 那么这些人 当时他即使转入生死轮回当中 但是把所有看得是 就像我们观花园一样 除了这个人以外 根本不会有生老死病的痛苦 所以说 我们大家听起来 大乘佛法真的非常可怕的事情是相当多 有些人 尤其是不了解 大乘佛法的教义 他次第的这些人 经常在这方面害怕了 到了这个时候 再不敢上去了 一说 大乘佛教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慈戒 布施 尤其是在一讲到布施的时候 有很多可怕的事情 这样以后 认为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实际上 你真正内面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有些高僧大德传记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他的修行也好 或者说是在苦行 根本没有心里的痛苦 如果心里没有痛苦 那么这是不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当然表面上看来 这是好像难以忍受的 但实际上对他来讲 没有任何痛苦 应该是快乐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大家也再三地强调 根本不需要害怕的 有些人进入密宗的时候 我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也比较害怕 到底我入了密宗是不是很危险的 到时候是不是不能行持 犯了以后特别可怕 会不会这样呢 也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正犯了戒 犯了规律 不仅是我们密宗当中 显宗当中也是非常可怕 你对佛法产生邪见 或者是失坏戒律 那这些是有一定的因果报应 不一定是显宗当中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反正我们社会的一些原则 故意则 或者一些纪律 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那么他在今生当中 也是受到很多法律的惩罚 这是世间的任何一个场合当中 都应该有约束的 这些约束实际上 应该是对我们人心的相续来讲 继续有相善的一种因面 应该是一种好事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对大乘风法 生起畏缩恐惧之心 这是一点必要 也是没有的 下面讲述第二个问题 断除长期之研判 好 那么这里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身心受苦害 邪见罪为淫 恶断则无苦 知巧故无忧 就是讲的 有些人可能我也会这样想的 虽然在轮回当中 菩萨度化众生也是可以的 但是真的 漫长的轮回里面 如果长期这样苦行 这个时间太长了 所以学习大乘佛法 应该有很大的困难吧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 那么我们下面 对他进行回答的时候 就是说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害怕 大乘佛法的这种修行的苦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身体上面也好 或者是心理上面 不会有痛苦的 如果痛苦没有的话 我们为什么去恐惧呢 为什么害怕呢 就是没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 身体和心感受 就是我们身体和心感受的痛苦 或者危害的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就是邪见 或者是罪业 也就是说 我们心里面的 所有这些痛苦的来源 就是在路道轮回当中的 无名邪见所造成的 然后我们身体当中的 任何损害 或者是痛苦的来源 也就是说 前世自己造了杀生 偷盗等等 造一些非常不如法的罪业 然后导致今生当中的身体不安 应该我们世间凡夫人的 所有这些痛苦的来源就是证量者 然后作为菩萨的话 那么第一个 也就是说是罪业 这个罪业是没有的 因为菩萨发了大乘菩提心之后 在多生累劫当中 行持十种善法 然后以各种方便方法来 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 恶行断了以后 那么所有身体当中的痛苦 就是绝对也是不会产生的 我们知道心境当中也是 照见乌云皆空 读一切苦恶 有这个教言 如果我们一切乌云 都全部了知为空性 那么所有的罪业 没有进行造作的话 怎么会有这样的痛苦呢 不会有的 所以断了恶以后 在身体上的痛苦没有 我们现在世间上很多的人 因为今天生病 明天身体不好 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世造业而形成的 而真正断除了以前的恶业 那么我们身体会健健康康的 也不会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 痛苦 绝对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菩萨在轮回当中 有什么困难呢 没有这个困难的 即使有些菩萨可能是在轮回当中 显现身体生病 即像我们以前的有些高僧大德那样 在世中现前一些疾病 那实际上它有没有 真正的我们凡夫人的 这种病痛那样有没有呢 绝对也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众生面前现前生老死病 这也是必然的一个规律 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也是有时候在 中眷属面前示现偷痛 示现悲痛等等 这样的功案 在《毗奈与经》当中是非常多的 那么心的痛苦有没有呢 这也是没有的 因为它具有三巧方便的智慧 这种三巧方便的智慧 将自己的我和我所知 全部观空 一切诸法了知为空性 那这样的境界当中 哪里有心的痛苦呢 就是绝对也不会有心的痛苦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 我和我所没有证悟 对法和对世间 有非常顽固的执著 那么所谓的漫长的轮回 一次而出现 就是《中观宝门论》的讲义当中 引用了《正念经》 《正念经》的教证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放哨的人 他觉得夜晚非常的漫长 然后疲惫不堪的人 过路的人 他看见遥遥无际的路 也是极为很长的 然后我们没有证悟 我的凡夫人的话 他在迷乱显现面前 轮回极为长远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通达人无我 法无我的凡夫人来讲 的确是轮回非常长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正通达无我的菩萨来讲 第一个苦心 痛苦也是没有的 第二个也就是说 心里的痛苦也没有 身体的痛苦也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痛苦 即使你住在轮回当中 度化无量的众生 有什么困难呢 绝对也不会有这个困难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痛苦 就像《入证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全部属性产生我知 然后我所知 有了我和我所知以后 就像随论一样的 在轮回当中是没有任何 自由自在的机会 这也是诸高僧大德们以口同声 也是宣讲的一个殊胜教言 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这样想 有些人在轮回当中 如果真的要这样 长期的度化众生 那怎么困难啊 我都不敢发大乘心啊 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约束的一种执着 这是非常不好的 应该每一个人要发大乘 如果你没有发大乘的话 绝对没办法成办大事 所以大家不要想 啊 我是现在人老了 我现在是个女宗 我现在是没有智慧的人 我是个病人 我肯定不能度化众生 千万都不能这样想 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一定我们把佛法 弘扬到世间当中去 因为所谓的佛教 大家也千万不要看成说 哪里有一个金碧辉煌 或者说非常不错的建筑 所以佛法非常兴盛 千万不能这样讲 佛教的形成与佛 主要是我们心的相续当中的 佛教的正法 因为佛教只有两个 教法和正法 所谓的教法就像我们三藏文字上念的 所谓的正法在我们相续当中的 戒定会三者 戒定会三者在哪里弘扬得非常成功的话 在哪里有真正的佛教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真正是对所有的众生 直接见解 暂时究竟 从哪方面来讲 对众生最有利的如意宝 就是佛教甘露 那么这个佛教甘露 我们呆在手里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 那么这一代人的手里 自己不但不修持 而且反而毁坏佛教是 那就非常的可怕了 所以说 我们既要自己尽量地修持 要真正品尝到它的美味 也要在世间当中 去进行弘扬 尤其是我们现在弘扬佛法的 主要对境 我觉得是在家人当中 因为世界上人的比例来看 出家人毕竟是少数的 那么出家的人基本上都 居住在一些寂静的寺院当中 所谓的佛教 如果在这样一个 偏僻的故事里弘扬 除了这个以外 在整个世间当中没有弘扬 我想我们世间当中的 很多人现在基督教 很多宗教通过各种方法来引诱 然后归入他们 当然如果我们世间上的一些 团体之间的竞争 都是不要竞争的 谁有方便法 归入也无所谓 可是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佛教真正对所有的众生 知己或者见己 暂时究竟都有利的 而其他的宗教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暂时虽然有一种善妙的因面 但是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没有佛教那样殊胜 所以说我想 我们每个人以后 应该发愿 佛教的很多的教义 在现在的社会人群当中 应该进行弘扬 弘扬的方法应该有可能各种各样的 我想首先应该对世人 比较容易接受的有些简单的道理 就是观数 然后基本上是成了一个 真正的佛教徒的时候 再进一步地讲佛教的 神的一些见解 修行 行为 以及果位方面的教言 否则我们刚开始 遇到一个佛教徒的时候 随便给他讲一个最甚深的 远离一切戏乱的空性 他也可能无法接受的 所以这种方便方法 不能搞错的 所以大家从内心当中 应该每个人都是 现在得了一份如意宝 但是这个如意宝 自己好好地享用 不给别人使用呢 还是自己也是不愿意使用 就是把它摧毁了 那到底怎么样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使用权 而且你应用的方法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发心不同 我有时候在 像我们在座的这些道友当中 有些人现在可能看不出来 真的以后在这个社会的 各种不同的角落里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真的成了一个世间的名单 也有这种情况 有些人虽然希望很大 但是到那个时候 也不一定缘起因缘成熟 各种情况都有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非常希望 凡是听到这部论典的人 从内心当中应该想帮助众生 帮助天下无比的一切众生 那么这样的帮助 并不是说我们推到 来世的来世啊 来世的来世啊 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即生当中 尽量地帮助所有的这些众生 那么首先 从我们人群当中开始弘扬 这一点 大家也应该发这种心 如果我们发了这样的心 这种善妙的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一定会成熟的 我们毕竟听见的时间 一年两年当中 那么以后你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了这样的利他的心 这个因缘 我想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成熟的 因为我们现在设计的人群 不管在哪里 非常多的 我看到有些我们弘扬肉性论的过程当中 有个别的居士 真的有亡我的经验 不管自己的生活 家庭 每天都是想尽一切办法 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 不要天天地想 别人会不会说 别人会不会想什么 这个没有必要的 人那么多的时候 可能你真的要利益众生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想法 但这些是不重要的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只要是我清净的心 来帮助众生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真正是利益众生的人 他心里面也不会有痛苦 然后身体也不会有痛苦 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 啊 学佛的人可能很孤独 很痛苦 很寂寞 那我不敢作家 不敢学佛 那不如我还是天天都是 喃喃善善地在混日子 在恒和恶恶当中 过日子的话多好 当然以极为愚笨的人 可能会这样想的 这就是极个别人的想法 真正要希求真理的人 大乘佛法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地方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福德应生是 知巧灵性暗 为众出生是 菩萨几辟严 那么就是这个下面呢 刚才前面讲身体呢 就是没有痛苦 弘法灵声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我们发菩提心 不会有痛苦的意思 下面就是 我们这样弘法灵声 不但是没有痛苦 而且有快乐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 不仅是没有痛苦 还要快乐的话 怎么会这样啊 很多人可能百事不解其意 有这种情况 但事实是如此的 事实就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福德 因为多生累劫的福德 积累资粮 行持善法 留到万幸 那这样的福德感召 我们的身体也会快乐的 因为积累福德资粮 其实身体是获得快乐的 然后积累智慧资粮 我们的内心 心灵也得到安乐 这是必然的一种因缘 通过福德 因我们的身体 获得快乐 舒适 然后通到一切诸法 无有自信的这种智慧 以这种智慧的力量 将我们修行大乘佛法的人的心灵也极为安乐 就是安乐 那么这样的菩萨 即使为了一切众生 处于生死轮回当中 但他怎么会有皮炎 痛苦 不舒服的呢 根本不会有的 因为你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 真是在轮回当中 逍遥自在地去的话 一点阻碍 困难 痛苦都没有的 就像《华严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 就是犹如莲花补助水 亦如热月补助空那样 真是我们世间当中 很自在地 人云自成的 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那么绝对不会有痛苦的 就像弥勒菩萨所说的那样 即使处于生死轮回当中 但是他绝对也不会有 丝毫的这种痛苦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的不安 或者说这种痛苦 就是以自己心的执著而来的 如果我们的这些执著 自私自利的心 没有挂在心头 那么不会有这些痛苦 就像禅宗里面经常所讲的 春有悲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然后若无现实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事迹 有这样的偈颂吧 它这里面也是讲了 我们自私自利的心 变一些实有的执著 那么这些没有挂在心头 我们人间就变成一种净土 所以在菩萨面前 任何显现都是 的的确确也是这样的 春夏秋冬也好 整个一年四季的这种变化 对它来讲 也是观上无常的一种变化 上师的一些教言当中 也是有的 就是说现在末法时代的 无助恶事就像狂风吹浪一样 极为的这种形式 可是里面获得真正的 法乐的瑜伽式来讲 内心是极其快乐的 因此作为有些菩萨 表面上看到弘法力生的过程当中 遇到违缘 遇到障碍 啊 这个人可能很痛苦的 可能有些人这样想 但是真正内心当中是有自由自在的一些境界 那这样的话 即使在显现上有一些病痛 困难 但他的的确确也不像我们世间人的人 世间上的人 世间上的人表面上看来 他很开心地 消灼眼开 可是他的内心当中 真正是闷闷不乐 每次都是有很多的压力 痛苦 全部记在自己的心上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世间当中的快乐和一些诸佛菩萨 尤其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这些人的 快乐的心智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很多的发了大乘菩提心 披上这样的 精进阔加的人的威力 他们的信心 有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 全是为了众生意外 没有自己的事情 没有自己的事情的话 那么对他个人制造违缘 对他个人的障碍 对他的心头来讲 一点都痛苦心没有 所以我们也非常羡慕一些具有菩提心的 大乘菩教的 所作所悦的伟大事业 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发愿 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人 但是一定要达到这种境界 否则在这样传逆不虚的人情当中 真的是非常痛苦的 如果你没有内心当中 自在的这种境界 真正依靠一些外面的物质 外面的一些社会的各种满足 让你快乐 恐怕永远也是不可现实的 所以大家应该尽量地 想获得一些这方面的境界和教言 那么下面有欢喜之音 以此菩提心 能尽数恶业 能具福德海古身诸神闻 那么依靠菩萨的菩提心的力量 实际上可以熄灭无始以来的一切罪业 同时能集聚福德智慧的资粮 而且完全能胜过一切身闻缘觉的道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道理 我们前面讲第一品的时候也讲了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了无畏的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也好 生意菩提心 当然是最好的了 但是如果没有生起生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生起了当下的这种刹那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菩提心如摩羯火 然后刹那摧毁一切素衣 说是无始以来的这些罪专 当你生起菩提心的那个刹那 就像是阳光面前的海岸 或者秋天的霜 遇到烈日一样 当下消失 因此我们相续当中 真的需要菩提心 尤其是业力深重的人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 暂时的一些对治力 恐怕是无法解决的 就是我们平时 学习一些小乘佛教的时候 就很多小乘的教言 虽然做过忏悔 但是一直没有管用 后来在多生累劫当中 轮回里面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大乘菩提心摄持 然后这个大乘菩提心 它能无情地 很快速地 能圆满一切福德资粮 我们前面也学过 如果相续当中 真的生起了菩提心 在放逸的状态当中也好 睡眠的状态当中也好 散乱的状态吧 放逸的状态和散乱的状态 还有睡眠的状态当中 都集聚无量无边的善根 无量无边的善根 所以说他完全是已经胜过 我们小乘的一些 自私自利的成就 小乘的一些自私自利的威仪 全部都根本没办法比的 因此我们平时 看见一些小乘的寺院当中 小乘的有些修习人 当然他的威仪相当如理如法 而且有些行为 值得我们佛教徒是非常学习的榜样 但是从内心的境界上来讲 如果没有大乘菩提心 恐怕有些善根 不一定长期抱得住 当你吝啬的时候 或者哪知生生世世的大问题 要解决的话 恐怕是不行的 如果真正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 那么暂时 虽然身体遇到一些痛苦 或者造成一些恶业 从大的善根方面 不会动摇 就像世间当中的一个企业家 他有非常稳定的 这种输入或者资产 那么在一些小的餐饮上 虽然有一些亏损 对他来讲大的生活保障 根本不会有改变 同样的道理 我们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相续当中一定要 有这样的利他的心 这样利他的心 通过各种方式来 要进行提升 如果你没有想一切办法 因为凡夫人的自私自利的想 自私自利的心 无始以来串习的根深蒂固 一下子让菩提心 完全生得起来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想我们自己一定要 通过这种方式来行持 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也会增上 遇到什么违缘痛苦 也应该会快乐的 所以说真正心里面有菩提心的人 水也好 足也好 心中作握什么的威仪 当然是人云之称的 我以前法王如意宝 当然法王如意宝以外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 很多高僧大德和修行人里面 就是具有菩提心的人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一点就是根本不用怀疑的 但是我们个人来讲 因为在塔拉人间面前 得过很多很多 这种殊胜的佛法 这样以后 我经常一年或者四年 它移动的时候 也是非常羡慕 经常有时候 见到塔拉人间的时候 表面上看到 好像好好地休息着 好好地躺着 在那个时候 从内心当中经常想 真正大菩萨 表面上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 苦苦的 马上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 但实际上他的发心不变 刚才我讲的 一个企业家的比喻一样 企业家的大老板 大仲裁 可能天天都是好好休息 但是他所有的资金就运转 他根本不用考虑 有一些身体的力量 赚小钱 根本不用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苦苦地没有菩提心 你身体再忙 语言再这么念诵的 这个生世理解 但是也不一定有特别大的功德 如果你相续当中 真的有了菩提心 并不是说大话 说大话的菩提心 我们也看不惯 听不惯 真正有了菩提心 那么真的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勤为善法 你不管怎么样 都会快乐的 上师维宝的一个快乐的道格 快乐的道格当中 也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人的这种 随遇的月光 逐渐逐渐隐没 但是内心当中的快乐的红日 也逐渐逐渐生得起来 这是因为一生当中 向往解脱 一生当中修持佛法的效果 我觉得真的有些瑜伽师 有内在的一些快乐 这种内在的快乐 真的是 我们世间的任何快乐 也无法比例 所以我想 如果内在没有这样的快乐 心里面一直有执著 或者一些挂念 那么始终都不会获得 自在和解脱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学习大乘法 根本不需要害怕的 因为那个时候 心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烈 在那样的情况下 不管是你待多长的时间 都是一种快乐 比如说 我们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 过得特别快乐 那么所有的时间过得相当快 即使说是一百年的话 在那个时候过得很快 同样的道理 有些人害怕 啊 三个二身七戒 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 利益众生多痛苦啊 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是如果你利他的心 特别强的话 那一生当中 活也可以 死也可以 就无所谓的了 只要是利益众生就可以 所以我们每个人 应该可能心的状态是不相同的 有些人 啊 我不想活了 我马上死了 那死了真的对众生有利的话 那你马上死了 也是可以的 但众生没有利益 你死了也是解决不了你的痛苦 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想 啊 我现在好痛啊 马上死了 我好苦啊 我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 千万不能想自己的事情 自己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只要利益众生 那我的生命差也好 生命短也好 以前上师的一个教言当中 也有这样的 死也快乐 前往清净刹土 活也快乐 能承办弘法利盛 真正的一些瑜伽士 都是快乐 不管怎么样 都是快乐的 但我们死也痛苦 堕入善恶去 活也痛苦 整天都是身体有病等等 很多人可能 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非常希望 大家真的获得内心当中的自在 真正得到了内心的一种 发了的境界 如果得了这样的话 你不管是住在什么样的世界 出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即使你好像成了奄奄一息的时候 你的这种快乐的心情 谁也无法言表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尽情学习大乘佛法 同时所学的这些知识 应该从内心当中进行磨练 进行磨练的话 我们心就像非常调皮的小孩童一样 那么这个小孩童 如果父母好好地管好的话 他有教育成才的一种机会 如果你的父母根本没有管好的话 那这个孩子可能会变坏了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众生 都会这样的 只不过是自己能不能管自己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 今天大概介绍到这里 总而言之 大家一定要心里面有一种快乐 然后学习大乘佛法方面 不要有缺乐 一定要想 我为什么不能修行 我为什么不能惩罢另一众生 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勇气 毅力 勇敢的知己 这样的话 学习大乘佛法并不是很困难的 好 讲到这里 教认了朋友们 礼物 教认识豬 礼物 学习大书 礼物 教认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